胖有罪吗?美退伍军人太胖被赶下飞机 美国航空日前以过胖为理由 把一名退役军人赶下飞机 消息传出后饱受批评 周五时克里斯雪莱刚登上一班 从达拉斯飞往菊郡的班机后 一名娇小的老太太坐在她旁边 然后过没多久就起身走向飞机前舱 很显然的她是去跟前面的空服员抱怨 有个男人胖到塞不进座位里 雪莱表示空服员告诉她说 她的体型大于座位两寸 所以她得离开这架班机 美国国内班机的经济舱 平均宽度是17到19寸 但是并没有针对客人体型提出限制法规 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政策也不同 雪莱说 当天飞机上的机组员跟老太太的举动 让她觉得自己不只是个罪犯 还是一个胖罪犯 可怜的雪莱在拜托航空公司跟老太太 跟她换座位之后 最后获准回到飞机上 雪莱是前美国陆军战队 而且常常坐飞机 一年的里程数可以达到10万英里 这样的大咖也敢冒犯啊 她收到了两封来自美国航空的 道歉电子邮件 信中声明 他们正在调查这起事件